请刘德林议员发言 刘议员请 大会主席陆副议长 我们今天刚刚是市府的大家长 我们韩市长 以及整个市府团队的各位局处长 大家午安 那针对着我们在这一次市长 昨天的施政报告 在这一本的施政报告里面 也详读了所有的市长所报告的 第一个我们人民组成政府 政府的最大的一个主体的功能的责任 就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冠状疫情的一个防护 刚刚看到有一个画面叫金巴黎 所以说在这个金巴黎的事件之后 我们也看到市府 这个未雨绸缪的一个前瞻 马上设置为一级防护的一个 这个我们防疫的一个工作 也看到整个的一个延续下来 从1月25号正月大年初一 也看到整个市府团队的一个共同的努力跟投入 在这个努力跟投入看到 从中央的一个疫情的指导 包含真正的一个一线的一个工作单位 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 您知道吗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高雄市市长带领了整个团队 在我们高雄市 我们本土性的是零 这种记录 能够保障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才是应该有为的政府应该做的 所以说我相信高雄市市民 针对的疫情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到境外一路49例 可是在这一次的敦目舰队里面 里面就含了17例 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共同一起努力 看到市府的一个网 这个专业跟努力的状况之下 各位知道吗 在家居家照顾 这些理干事跟这些 我们卫生局跟各局的里面的一个交叉的 一个跨局处的一个配合 才能够导致我们高雄市的疫情 本土为零 我们的疫情一直守在可控制的一个 非常非常亮眼的49例 而在这49例当中 我们也看到我们所有的市民的生命安全 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这就是一个好的团队 这就是一个我们成立政府的最大的一个目标 那针对了看到这个 这一本工作报告 我内心非常非常有感 我在想 昨天市长每报告一个项目 就代表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 每一个项目就代表各局各处的 每一个基层 到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市长所带领的三个副市长 这个团队对于工作绩效的一个展现 完完全全都在这一本工作报告里面 所以说我也希望 在这么努力的一个范围当中 包含各市长提到双语 也提到了我们空污 更提到了我们所有的一个市政的一个前瞻 我简单来讲 昨天有议员问到市长 您最在意什么 您最在意就是所谓的教育 教育涵盖的百年大忌 教育办得好 国家会富强 教育办得好 我们城市 会富强 这就是今天教育的主体功能 而且今天市长提升为双语教育 在双语教育的这个前提之下 市长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在这上面 占的比例算是很大的一个项目 包含让我们没有能力出国 去了解整个全世界的一个现状的改变 让他能够学习到国际观 每一年有一百个 目前实施一百个 为了提升我们的教育 提升我们的这个生育 也做了一个努力 我在想说这种市长 我们也看到了 我相信市门心中有感 可是在这个双语教学当下 以及我们教育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跟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是我们的主人公 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未来 能够在你们的主岛会更好 所以说双语能够跟国际接轨 可是我希望这里面还有缺乏 一个涵盖的一个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这个中央主政单位的行政院长 对于所谓的四维八德 对于我们中华固有的文化的 一个教育的体制 四维八德 四维号称为什么 我只有记得八德是八德路 所以说我希望市长在 努力在双语的接轨 更要注重我们的根本教育 我们的根本教育 如何在教育当中 教导我们如何做人 作为心意和平 我们所谓的这个四维八德 这个部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再三的提醒 我请市长 您在上任的时候 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在教育里面 融入到这个 而不是在教育里面 融入一些其他不应该融入的 这个我希望提醒市长 是不是在这上面做一个加强 请回答 请市长答复 谢谢刘德林议员这么关切 高雄市教育的问题 那我想要讲一句话来表示 我对双语教育的看法 高雄市下一代的孩子 接受了中英文双语教育 在人生的竞赛上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如果不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 完全没有办法成功 这个是重大差距 也就是说我们下一代孩子 中英文听说读写都非常好 我们只是让他在人生竞赛上 多了一项工具 多了一项语言的技能 让他跟国际能够接轨 可是他的成功 还要有很多的要素 但如果他连这个技能都没有 我们下一代的竞争力 简直不堪设想 所以身为市长 市府团队 包括各位议员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让下一代得到更好竞争的条件 帮他们装上可以飞翔的翅膀 这是我们推动下一代要国际化 双语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另外您讲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基础一旦抛弃掉 当我们在学习国际化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 在台湾的天空上 三种文化不停的在转 一个好莱坞 大家知道西洋的文化 一个日本 过去统治台湾五十年 一个东洋文化 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 我们是中华文化 儒家思想为基础 这个抛弃掉了以后 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他们没有一个根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 不见得让现代人能够接受 觉得我们是老八股 好像我们已经过得气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符合新式的潮流了 但在这里跟刘德利议员有这个机会交换我的想法 我相信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 这一套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 一定是渊远流长 即使此时此刻 很多网路上的攻击 好像我们已经退流行 我们的价值不存在 可是你跟我的内心都很清楚 这个价值是存在的 而且它会继续 永恒地走下去 以中华文化为基础 下一代孩子 中英文俱佳 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 国际化地球村 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接轨式 我们已经 已经的步调已经慢了 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强的 要迎头赶上 我相信这才是城市最伟大的一个方向 跟教育的最大的基础 我们当然支持 我们也希望 市长心中的一个 最认为 我们最 昨天是问到你遗憾的部分 如果说今天 身为一个市长 如果说今天不在 高雄市在服务的时候 您最遗憾的 我也相信 这个部分 是我们必须要去 更加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二点 刚刚提到天空 我也在这边 环保局局长 也要稍微听到 我们现在看到 11个月 没有所谓的红灯警示 所以说也显现出来 高雄市对于空污的一个努力 我们还要做得更好 我希望环保局在未来 针对了 好 谢谢刘议员 继续我们请王耀玉议员发言 王议员请 谢谢大卫主席 韩市长以及市务团队 所有的局处所长 以及我们议员同仁 还有媒体女士先生 以及市门朋友 大家好 那有关今天本席的 市长施政报告与咨询 那提出的以下几点 也请我们市长 等一下来做答复 针对我们高雄市政府 在韩市长就任以来 率领所有的事务团队 为了我们高雄市 入屏专案 以及所有大街小巷 的一些道路的一个来铺设 当然在所有市民朋友 他持着肯定的看法 在整个这个本席所提出的 入屏专案 就是每个人在讲以前路见不平 那现在怎么办 那当然在整个市务团队 一样 我们的市政府的总预算 跟以前前任市长 陈局市长任内的一个总预算 都一模一样 那在一年1400多亿的预算之下 那我们有办法把这些道路把它做平整 那这个也是我们市务团队 应该要让我们高雄市民有所感 所以在这里那本期也 每天我们都要经过中山路 沿海路 因为林源是在高雄的最南端 那高雄最南端要到市区来 除了一条台25线 那一条是台17线 台17线就是我们烂路的首额 就是以前十大烂路 这条中山路 沿海路是一定是 那边没到早上 这个就是以前 我们的中山沿海路 你看 每次 一下过雨 整条道路 也有报纸所报的 我们的用路人 车子 轮胎 轮廓 所以这个 那现在整个路都已经铺设 非常平整 而且大家都有手感 所以这个总共金会 花了9.6亿 所以那天在整个 我们的一个通车的记者会 那本期也有参加 当然 这一点就是要请我们韩市长 继续秉持着 为我们高雄市 所有我们的一个道路 不只我们林园地区 整个38个区 我们行政区 道路一定要把它全部 把路屏 路见不平的这个恶民 把它除掉 把它做好 那请市长来做 针对这个路屏专案 你来做简单的一个看法 请市长答复 谢谢王耀玉 议员的咨询 路屏专案 市府团队这一年半 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执行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目前抛屏的 大概有591条 目前还在增加 大概已经到了 595条左右 我觉得路屏 灯亮 水沟通 是人民最基本的需要 市政府团队一定会继续努力 在路屏方案 绝对沉箱之间 不会容许差距 一样的重视 即使市中心 蛋黄区跟蛋白区 所有的路屏 我们一视同仁 全力的来帮市民 建构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 谢谢王远 好 谢谢市长 那接着 就是在这个整个路灯方面 这个也是在韩市长团队 那在整个率领韩 我们的市政团队来努力的 这个智能路灯 以前在前任市长 他也针对 也有编列预算 编列经费 在整个路灯的 不管在修缮或新设的 那一样 就是没有办法 让整个我们的 全面的路灯 来做一个全面的态范 那当然 在现在 我们市伍团队 在整个引进了 PFI 就是民间融资的体验制度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高雄市政府的一个新的创局 以前的高雄市政府没有这样过 那整个这个 本席看到市政报告里面 写到说可以节省七千万度的一个耗电量 以及一亿余元的电费 那本席也觉得非常好奇 那针对因为这个制度的改变 能够让整个我们的智能路灯 来一个换装 来一个提升我们的一个 照明的水准 那为什么以前的市政府不要这样做呢 那现在韩市 韩市长 那你的市政团队 你会想到这一点 所以本席也觉得非常好奇 是不是请市长在针对智能路灯 这个节能路灯的方面 所节省的这个经费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来市长请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再次谢谢王耀玉议员 刚市府团队刚报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高雄市 整个城乡的差距非常大 我们将近三千平方公里 占全台湾的土地面积 将近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左右 那这样十二分之一左右 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何让市民朋友在 不管在市区或者郊区 有一个可以照亮的路灯 我跟李世川副市长就这个讨论过 我们才发现 高雄市政府在路灯管理是非常落后的 有六十个工人 每天是用牧师在寻 然后或者当地里长啊 里民打电话 这都非常落伍 我们思考将来整个24万档路灯 全部在今年底前可以全部换成智能路灯 只要一台手机就可以管理 另外王耀玉议员也要跟你报告 我们现在监视器 好多民意代表跟里长都在反应 大概我们妥善率不够 只有百分之八十 我们希望未来监视器 全部在五年之内全部用租任 也就是说高雄市政府未来的租任器 监视器 我们一定要保持它每一台监视器都有它的功能 所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我们有信心 路灯监视器 全部会跟得上现代化的脚步 谢谢 好谢谢 所以可以提供一条安全的道路 可以提供一条官民的道路 可以提供一个生活的安全的空间 那也是市长 也是我们事务团队要继续努力的 谢谢 好那接着在整个这个捷运 那捷运小港临元县 当然在当初 在去年 我们也是跟交通部要申请 这个可行性研究的金会补助800万 都被打回票 那后来在去年 我们韩市长也动用第二预备金 把这800万 这个可行性研究 而且也都送交通部 今年的三月底 三月三十号 又送三月三十一号 又针对修正报告来送交通部 可是还没有接到交通部的答复 那最近立法院 庄瑞雄立委 庄瑞雄他也 在立法院有提出 如果屏东县他想要高架轻轨 以后 跨越到双元大桥过去 再来改高架轻轨 可是我们高雄市这一段 就是全部当初市长 以及蔡英文总统 要选举之前来到林园开证件 也都是要让这条重轨 这条捷运来把它打通到林园 结果我看到 本期看到立法院的这个 铁道局副局长对 庄瑞雄立委的一个答复 那也是很纳闷 是不是我们请韩市长 也针对我们这条高雄捷运 林园延伸线 一定要确保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个 交通以及通行的安全 长期住在工业区的一个重污染地区 那没有这间飞车就这间複雜 那给我们一条捷运 这个是理所当然 而且中央总统 不管在行政院长副院长 他们都承诺 可是到现在还摆这样 所以是不是请韩市长 针对这条捷运延伸 来提出看法 市长请答复 谢谢王耀宇议员 不光是蔡英文总统 包括行政院副院长 陈其麦副院长 也承诺过林园 这个捷运学一定要盖 所以我们去年 财政非常困难 我们还是拿出800万 做可行性评估报告 谢谢林园地区 说实在的 林园地区几位议员 都非常关切 王耀宇议员更是一马当先 我觉得为了让林园地区的建设 以及几十年被石化工业所影响的 对于林园的乡亲来说 这条捷运线一定要盖 一定要盖 这是一定要做的 至于屏东县的立委怎么去思考 我们予以尊重 站在高雄 林园乡亲 以及捷运的延伸 我觉得我们市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定 即使财政再困难 只要中央愿意来帮忙我们 我们会咬紧牙根 把林园捷运线建构起来 非常感谢王议员 谢谢 好 谢谢王议员 继续我们请李博一议员 请李博一议员